刚刚讲到那个 宋又青这个人 这篇文章是他写的 所以他讲说他写这个文章的史末 他说他当时那个女鬼来警告他 这个事情他觉得很羞耻 他不希望你写传记 让人家知道 如果你写传记 我就要遂你 就是要让你得病 因此他在船上不敢写了 就隔了很多年之后 他下了船之后 他发现到他以前在船上的书夹里面 还有写一篇文章 没写完的 他想说这个故事应该要传出后世 所以他要继续写 他继续写的时候 他就想说他又怕说 万一这个女鬼再来碎他的时候 又让他上吐下泄 腹痛 然后结果他就 他就写在这个书的这个直尾 以记其意 就是写在现在这个故事的尾端 就是说是因为有这样一段因缘 所以说那个 在那个船上面发现到那个女鬼 披头上法的女鬼 就是杜石娘 因此他把这个后面这一段 后继他写下来 然后他说 这个父继于女郎 就跟这个女鬼讲说 我的传记已经写成了 他日过瓜州 信物作恶风波相虐 如果我哪一天我在经过瓜州的时候 你不要再兴风作浪 让我让我这个痛苦 他刚讲说会上渡下泄 可能是晕船 因为有风浪的关系 如果你不见谅的话 渡江后必当附作 您肯责笔同盲人乎 如果说你不能见谅的话 那我渡过江之后 我还要再写 就是说我如果没死的话 我还要再写 您肯责笔跟像那个虾子一样吗 我不应该 因为这个事情应该让大家都知道 石丁卫年秋天7月2日 去庚子盖八年已 周行卫河道中 距沧州河北沧州 约把于礼不述日 而我们家的女奴 就是女仆 叫做路逃的这个女和 突然坠入河中死了 他的这个作者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这个这个这个女鬼 因为她觉得这件事情很丢脸 她不愿意被立传 杜石娘 你看杜石娘 这个故事里面 心安的商人没有名字 老宝子没有名字 李生也没有名字 男主角也没有名字 只有杜石娘一个人有名字 所以这个故事非常之曲折 各位可以发现到 杜石娘是一个非常非常之聪明的人 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 她跟这个李生相处了三年 李生把钱花完了 那个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呢 都花在那个老宝子拿去 而杜石娘是花魁 喜欢她的人很多 送给她礼的人 她长期以来累积的财富 非常非常非常多 是一个女的富婆 可以这样讲 但她看到这个李生 是因为李生是一个书生 并不是看中她的家世 而是看中她这个人 但是显然杜石娘的眼光也是有问题 以下都是我的评论 杜石娘眼光也是有问题 她应该找一个文武双全 财貌双全的人 而且自律很高超的人 怎么会选这样一个农包废物呢 那个李生就是一个农包 就是一个废物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 其实是一个预言故事 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是一个预言故事 她遇了哪些言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先讲一个就是一水事件 佛家讲说一湾水 不同的生物看到 它有不同 人看就一湾水嘛 太阳来了就蒸发掉了 可是那个昆虫看 它以为是一个汪洋大海 它就是因为一水事件 就同样的一湾水 就有四种不同的生物 看到有四种不同的想法 同样的我看这个故事里面 怒沉百宝香 这个故事里面 如果我当年我是在这个 在这个码头上面 或者我是在某一条船上面 不管我是干啥子的 干啥子活的 我目睹这个最后那一幕 就是这个杜石娘 把那个百宝香 一箱一箱的丢到 丢到那个水里面去 它丢第一箱的时候 我就心头就一揪 为什么 首先各位看我后面 我后面有救生员执照 而且我又是游泳拳手 从小会水 我就想说 你尽管丢吧 你不要的 我到等一下我潜水下去撿嘛 下去捞宝嘛 打捞嘛 这还不简单 这个怎么会难得到我呢 好了最后呢 他那个杜石娘又把那个夜明珠 最后那个夜明珠 整把抓到头的水里面还不够 因为那个整箱都是夜明珠嘛 都是贵重的无比的夜明珠 价值无法估算的 这个夜明珠 还有那个古腕啊什么 都丢到那个河里面嘛 而且既然是那个船子靠到那个码头边 那个地方不会太深 最后连杜石娘自己啊 怀抱着那个夜明珠那一箱 那个那一箱子 还没有倒完的那一箱子 一起投江自尽 就死了 那我想这个船上的人 跟这个岸上的人 都是都是木头人啊 都没有一个人会想说 下去救人吗 以我有救生员 水上救生员执照的人 我第一个想 我第一件事情 我一定跳到水里面去 把杜石娘救上来 这个英雄救美 然后我会跟杜石娘讲说 姑娘不要这样 你找那个李生这个废物 吴生在下吴宗臣可不是 我救你一命还不打紧 我是文武双全多才多艺的 我们两个过下半辈子吧 你看取一个复活 就减了一个复活 比那个李生还容易减 以后我们自己来唱小曲 自己来歌舞 然后自己来吟诗作对吧 好第一个把杜石娘救了 救了人嘛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把他安抚好之后 第二件事情 我下潜一个一个 一箱一箱宝物 全部给他打捞出来 带走 人才两得 这是我吴宗臣 对这个故事的看法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 我们再来讲说 为什么说是个寓言故事 因为杜石娘 她是一个月人无数的 一个花魁妓女 他月人无数的 达官贵人 这个公子戈尔 这个达桑巨骨 他通通就见识过了 怎么会去 对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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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生这个废物 会产生兴趣呢 因为李生对他没有压力 他认为李生这种废物 才会珍惜他 因为那些达官贵人 他们见多了 就像那个 所谓的那个 那个 花 这个 花柳 这个祭酒 就在 就在那个 平康里里面 他玩骗了那种人 那种人 他不会珍惜你的 他就算 买来一个妓女 可能到那边去 送给人家 或者卖给人家了 他不会把感情 放在心上面 可是这个 这个杜石娘 李郎跟这个李郎 已经相处三年了 李郎还是个废物 他没有改造他 李郎自己也没有改造 那最后李郎 怎么会就这样子的 就被人家 三言两语 就软化了呢 这个情形就像什么 因为李郎 没有忠心思想 他很容易就软化了 然后最后 这个李郎 回去跟杜石娘讲的时候 杜石娘就说 给你这个建议的人 真是真英雄 真豪杰啊 真是真聪明啊 你看 你拿了一千两黄金 然后我又 我又跟着一个生意人走了 一个有钱的生意人走了 我换了新人了 当然这 他是反讽刺的一种 痛恨的语气了 所有的这些 有能力的人 跳槽的时候 都会对他老板 讲这句话 你真是他妈瞎了狗眼 才会 才会 才会把我这样子的人才 给漏死掉 都是这样 因为他有眼无猪 李郎就是一个 有眼无猪的典型 他的老婆 可以从袖子 左边的手臂上面 扯下来 一包银子 右边的这边 可以扯下来 一包银子 他都没想到说 他是大卫魔术 他是变魔术 从每一个猪尸马迹 他都没有发现到 那这些人 送给他的那些 那些金银财宝 李郎是一个 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 因为他们这些 后来人家送给他 一个箱子 说你没有行李 我们送你 送你一个珠宝箱 你把那些宝贝 放到里面去 其实连那个箱子 都是杜师娘自己的 那 他就没有想说 我把箱子打开 看看里面 因为他根本不是生产 他不知道 从来没有碰过钱 也不知道怎么样 经营这些东西 你要嫁给这种人就完了 就是有早上没晚上的 对觉 就是这种角色 他不知道怎么样 经打戏散 怎么样子亮入围出 他都不懂 所以他只会跟着这个 跟着这个 杜师娘两个人私混 私混了 一年多 就钱都花光了 钱都花光之后 就穷困潦倒 最后他们的那个船只 什么全都是杜师娘花的 杜师娘倒贴给他 他都没有发现 很多的蛛丝马 就一步一步在告诉他 很多的事实 还有一个 你跟一个陌生人干什么 要 要攀谈 你还倾囊而出 把所有的故事都告诉人家 这不是愚蠢至极吗 所以我说 这不是预言故事 这是什么呢 很多人喜欢诉苦 讲他自己的儿女不孝 什么玩意儿 自己的怎么样 遭遇怎么样 凡是来说是非者 便是是非人 我对诉苦的人 都是非常深恶痛绝的 我自己不会诉苦 我也不听人家诉苦 为什么 你诉苦也不过 就是要想争取同情 你有什么值得同情的 自立根深不是很重要吗 自求多福不是很重要吗 为什么要跟人家诉苦呢 而李生就是被那个 心安的这个言伤 带上去之后 两杯酒下渡之后 两杯黄汤下渡之后 就口不遮拦 就把所有故事 和盘托出 你看看 逢人且说三分化 未可全抛一片心 所有习之闲闻上 那些古代的这些真言经句 他通通抛出脑后 表示李生是一个无脑的人 他的IQ 依靠都零蛋 零蛋 零蛋 这种人是不是绝无仅有呢 错 多了去了 你可以看到最后 那个岸上的人跟船上的人 都想要 都想要用对他丢石头的时候 他们两个立刻扬帆逃了 李生跟这个心安商人 马上扬帆逃掉 就表示 他还有那个逃命 保命的这个 保出他狗命的这个 这个求生的念头 表示他只剩下这一点点 剩下他真的是 这个这个这个 平无利锥之地 可以这样讲 以上 吴宗神跟各位分享 渡石鸟 怒沉百宝香 那这个故事的那个最完 最后终结的那个 如果碰到我无声出现的话 会转背为喜 以上是我的看法 谢谢 我甚至稍微回路